欢迎收看无色觉醒 我们这些过好日子 新闻也可以这么看 我是赖岳谦 索隆盟群岛 他们在9月16号 主动宣布要跟我们断交 他们做了一个决议 我们的外交部 按照惯例 那么回应的方式都是标准化 说这是中国大陆的打压 中国大陆对索罗盟群岛搞金钱外交 所以错都是在索罗盟 错都是在中国大陆 台湾一点错都没有 而且我们的外交部部长 也不用负政治的责任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贯的做法 这个一贯的做法 就是蔡英文当局一贯的做法 因为吴钊燮上台以后 我们看到断交 已经一连串了 大概断了四个 再加上前任的断了两个 蔡英文从上台以后 我们的断交断了六个 当然蔡英文还是一贯的说 中国大陆打压 可是大家会问的一个问题是 马英九执政了八年 台湾没有断交 台湾有一个国家主动 跟我们结束外交关系 但是中国大陆并没有接纳他 跟他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所以马英九任内虽然断了一个 但是中国大陆没有增加任何一个 可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的 蔡英文断了六个 中国大陆增加了七个 因为包括前面的断交的 然后中国大陆也跟他建交 总共加了七个 目前估计 梵蒂冈也很有可能会跟台湾断交 还有一个就是在加勒比海 非常重要的地方海地 也可能会跟台湾断交 如果都是在明年十一月以前 或是在明年五月二十号以前 中国大陆相当有可能 就跟他们建交了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 是明年的一月十一号 假设这个投票的结果是 韩国瑜当选 在五月二十号韩国瑜就任 韩国瑜就任的时候 宣布九二共识 是两岸共同的政治基础 在这个情形下的时候 五月二十号之后的这一些国家 我们的邦交国 是不是仍然维持 马英九时代的这个方式 也就是双方都不会断交跟建交 维持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要谈这个问题主要来自于什么呢 是因为当我们双方都有九二共识的时候 在当时马英九任内释放出一个讯息 也就是既然我们都有九二共识了 那我们在外交上要修兵 所以释放出这个讯息了以后 对方也有默契说好 那我们就外交修兵 外交修兵它基本上有两个前提 也就是不挖对方的邦交国 也就是互相不挖邦交国 不但是互相不挖邦交国 而是我们的邦交国 如果要主动跟我们断交 不是因为中国大陆关系 是我们的邦交国主动要跟我们断交 他要跟大陆建交 大陆也要拒绝 同样的道理 大陆的邦交国 如果主动跟大陆断交 要跟我们建交 我们也要拒绝 这个就是一种 不但是互不挖邦交国 而且也是互不承认 对方要跟另外一方断交的国家 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构成了 外交的修兵的默契 现在没有这个默契了 没有这个默契以后 跟我们断交的国家 中国大陆会跟他们建交 那我们台湾一关都认为说 一定是大陆挖我们的邦交国 用金钱外交 所以才会断交 我说这个想法太落伍了 这个想法已经过时了 现在的情况我们看到的是 所罗盟过我们断交的时候 美国的总统彭斯马上就出动 还有他的国务卿马上就出动 一直要挽留所罗盟说 不要跟大陆建交 嘴巴讲是说不要跟我们断交 但是更主要的是 不要跟中国大陆建交 为什么美国要介入这件事 我们也看到之前在巴拉玛的时代 或者是在中美洲的这些国家 要跟我们断交跟中国大陆建交的时候 美国也做同样的动作 但是都失败告终 现在澳大利亚更收拾美国说 你应该在南海再直接挑战 然后甚至要跟中国大陆要更对抗 澳大利亚为什么也很焦虑 那是因为索罗盟群岛的战略位置 太重要了 他是在澳大利亚的东北方 澳大利亚的东北方 他的国土面积不小 也有两万六平方公里 台湾才三万平方公里 所以他的国土面积并不小 他的人口六十万不到 所以人口少 但是国土面积不小 中国大陆为什么要跟索罗盟建交 其实这个就是突破第二岛链 进入第三岛链 换言之也就是说 对中国大陆来讲 他思考的其实不是 吴钊燮的这个小鼻子小眼睛 以警观天的态度 中国大陆思考的是一个全球的布局 由于 蔡英文不要九二共识 由于双方已经没有外交修兵 的这样的一个默契 其实让美国非常的苦恼 让美国非常的痛苦 因为以前的外交修兵 连结的九二共识 或者九二共识连结的外交修兵 牵制住中国大陆的 对外的的重要的战略布局 为什么 因为跟我们有外交关系的 这一些国家 很多都是虽然是小国 但是战略位置太重要了 像加勒比海 多米尼加 巴拉玛等海地多么的重要 像在南太平洋的所罗盟 以及在往北延伸的 这几个岛屿他们多么重要 为什么 因为中国大陆 如果他在加勒比海的这些国家 不管是海地 或者是多米尼加 或者是巴拉玛等建立了外交关系 他跟古巴跟委内瑞拉 连成的一个系统 未来中国大陆跟他们从经济 政治发展到军事的合作 中国大陆的高科技的武器 迈到这些地方去 中国大陆未来的军舰 在加勒比海这个地方 有补给点 有支撑点 有依靠点 可以在加勒比海这个地方 举行军事演习 举行联合的军事演习 这个对美国来讲 威责力有多大 今天是美国在南海这个地方 举行军事演习 在东海 也就是在中国大陆的 家门口跟后院 举行军事演习 是因为美国在这些地方 有补给点 有依靠点 例如说在新加坡 例如说在 菲律宾的苏比克湾 例如说在韩国 在日本 有这个补给点 未来中国大陆在加勒比海 有这个补给点 有这个依靠点的时候 他就可以在美国的家门口 美国的后院 举行军事演习 好 所罗盟 中国大陆 跟所罗盟群岛建立了 正式的外交关系 也是一样 从经济政治 到未来的军事合作 中国大陆未来的军舰 他的航母战斗群 在这个海域里面 举行军事演习 甚至举行多国的军事演习 这个对澳大利亚也好 对美国也好 对美国在海外的军事的基地 当然就会产生威胁 所以我们看到未来的澳大利亚 对于南太平洋的岛国 就不敢再这样子移植气死了 不敢再用这种高压的态度 对待这些岛国 所以这些岛国当然知道 他们要找一个大国来依靠 因为美国跟澳大利亚是军事同盟国 所以美国一定是应挺这些澳大利亚的 因此南太平洋的岛国 每天要受这个澳大利亚的鸟气 受了澳大利亚的鸟气 而美国又挺澳大利亚 所以这些国家有气无处深 可是现在有中国大陆做依靠 有中国大陆做支撑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 这些岛国就不用再受澳大利亚的鸟气了 所以我们很明显的看到 他们的思考点 跟中国大陆的思考点 跟吴钊燮的台湾的民进党的思考点 是完全不同的 也就是为什么美国总统彭斯 他们的国务卿要介入 为什么澳大利亚要气急败坏 这个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中国大陆已经有能力 有足够的军力 那么进入了这个海域 进入了这个海域以后 这些国家他们又有更多的选项 有更多的大国可以依靠 不用再只是一直被美国人 或是被澳大利亚人欺负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的格局在转变 如果民进党当局 如果这些台独分子 他的心态没有改变 他的格局还是一样的小 他只会反中 只会仇中 他只会把所有的过错 全部怪在中国大陆 这样的情况能解决 所有任何问题吗 两岸的问题如果一直恶化下去 台湾的未来该怎么办 我们的整个在国际间的处境 该怎么办 这么简单的道理 台独分子看不懂 民进党看不懂 蔡英文看不懂 但是我们广大的台湾的民众 要看得懂 不要被这些独派的人 牵着你的鼻子走 我们要自己当家做主 新闻也可以这么看 我是赖月签 我在无色觉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